三中全會出了時 你知道共產黨 一向都是要打中臉 衝肥腦的 他就說這個把架勢出來是大國的姿勢 但是這個跟習近平相比 經濟一塌糊塗 越是經濟不好 他就要擺出來 他是沒問題的 我還要做大事 還要幫你們調和 有幾個調和 整個中東這麼多 不同的阿拉伯國家 他就幫他們建一個聯合 等於阿拉伯聯合的組織 在北京都叫他們過來 又幫了哈馬斯 他知道哈馬斯快要玩完了 被伊斯利玩完了 就叫他們來 跟巴塔 他們兩邊派 巴塔斯坦一兩派 想辦法出合他們 來救他一命 來救哈馬斯一命 歐洲那邊他又出面 又說想見那個奧克蘭外長 就想辦法 參與 還說是他來主持 又是這個和解來主持 這些事情打中臉充肥腦 失去一件這樣的事 經濟一頭 根本就是習近平出不了你 裏面那些外交部那種方丈化 你看看他們幾個人的臉色 你看看那張照片 和陳茂寶一起拍那張照片 華春瑩 王毅 那幫外交部的人 那種灰度 那種表情 嚇死人根本不知道怎麼拍 整個國家沒有人知道怎麼拍 亂了 被習近平搞亂了 其他人就不敢接 說話都不敢說 沒有辦法經營下去了 這個黨這個國家根本就經營不了下去 你相信我 你看看我四年前已經講到他今天這樣 我知道他在發生什麼 因為我在北京住十年了 我和他們上面那些全部都搞到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完全是估計錯誤的 全世界是估計錯誤的 以為他越來越好 誰知道撥的才會插進去 這個才是大問題 整個全世界的準備都以為他會恢復 而且將來會更好 他在外面又說 我又說自己第二世界 全世界第二的經濟體 又說GDP是什麼 如果你拿他的真的GDP 拿得出來的話 他現在就差不多全世界第四、第五 香港的人好像劉夢翁這麼熟 這麼熟大陸的情況 他都說 全世界的經濟體是第二的 他都常常說 沒人做功課啊 大陸 第四、第五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輪到他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舉一個例子 現在遊客 是等於我全盛時間的1%的 你想一下 那些飛機怎麼辦呢 那些酒店怎麼辦呢 那些所有旅遊店怎麼辦呢 那些都是GDP來的 那些又跌了多少 跌了九成啊 大佬 國際旅行跌了九成 它裏面的人呢 又不想了 可以省就過了 可以坐高鐵就過了 所以機場全部都是空城計 所有機場都沒有東西看的 大糟到不得了 那你就想一下 高鐵全部是虧本的啊 航空公司全部是虧本的啊 怎麼辦呢 這個國家現在就是這種事 大家要看清楚 誰還在想著什麼GDP增加5%啊 然後呢 就是GDP等於全世界第二 誰還在想這些 你沒聽過你馬上吃機 不要浪費氣了 我四、五年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了 最終就派了 現在呢 它自己造成的 加上外國 外國不同的做生意 開始撤資 全部撤資 現在印度都要超過它 真的GDP 人家什麼叫真的 真的經濟 人家美國有一套東西的 那套叫Morgan Stanley MSCI 又有中國 又有印度 那些就是看你的經濟好不好 GDP是假的嘛 你可以借 國家可以借很多錢出來 不就是地方地方借很多錢 做基建 那些基建不賺錢的嘛 那它也算在GDP那裡 所以整個基建 根本人家外國很少搞基建的嘛 每年做少少 規定做少少 它講了幾十個percent的錢洗到GDP 幾十個percent的GDP洗到基建那裡 根本就是人為的 你明白嗎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那就造成了 你一下子停了 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回回頭 你別人看不到 一定要研究它的GDP 這個才是關鍵 和美國差很遠 美國是它的兩三 美國是它的三倍都不知道 大家看回GDP 沒有辦法 這些 為什麼我夠膽講的 就是我因為有朋友在那裡 它不只是朋友 它是負責GDP的人 好啊 但是為什麼那個 它沒有錢都還在周圍 和人家 充闊路嘛 沒有錢的人才充闊路 有錢的人就不會給你 有錢的人很省的 沒有錢的人一定要在外面充闊路 你看郭文貴就知道 那些人就投資給他 那些人就說沒有問題 他有很多錢 那就開始 他說要錢就給他錢 他充闊路了 他不會走的 他駕駛車都幾百萬了 那怎麼會走呢 這些普通人的心理就是這樣 那些傻子被人拚了 那些就是這樣 是不是有些遺資呢 有些遺資都還有遺憾 所以 沒有啦 這些遺資都走了 台灣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 你最清楚了 台灣差不多都切完了 你說收中全會之後 那些美資啊 斯特伯啊 波音啊 那些老闆啊 又走走去中國這樣 沒有沒有 那些叫做 剩下的東西在那裡怎麼辦 怎麼收回 什麼東西都賣光 麥當勞那些全部都賣光 全部都賣光 你看那些白貨公司 外國投資的白貨公司 全部走的了 加勞福啊 Wallmark啊 全部走 沒有人就在那裡 哪裏都有的 有生意的 就在那裡跟你一起吃 要請很多工人的 那你覺得 不會啦 沒有事情發生的了 你覺得那個 回去收拾後就有 回去收拾那個攤就走 就沒有人再拿錢進去 那你覺得拜登退選之後呢 中共比較喜歡哪個做總統呢 沒有 不到他選擇 是吧 現在美國發生的事 不到中國選擇 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是吧 哪裡到他選擇 然後特朗普說明 特朗普為什麼選這個副總統呢 這些人絕對反共 反到彌撒蛋 還反過特朗普 為什麼呢 他那個這個萬師 他那個住的地方 我們叫做鐵收帶 那個叫做鐵收帶 那些工廠全部被中共搶走的 失業民眾都不得了 失業到什麼問題呢 那幫人全部吃那些飯 來消磨 因為你知道了 失業很慘的 那些失業很慘的 所以出戰 那裡那幫人死得不清楚 所以他就是那裡出來的 他就說他一定要打救那邊的人 所以他對中國的仇恨 不是個人的問題 是所有的鐵收帶 憎恨中共 他就是代表他們的 不要笑 為什麼這麼多副總統都不選 選這個萬師 因為這個人 特朗普要選一個 絕對和中共是真的有仇恨的 很多其他人呢 正經一下又和中共做生意 但是這個人絕對不會和中共做生意 他的意思就是要拿所有生產的東西 拿回來美國 當然不是那麼可能的 因為美國成本高 所以特朗普就說要加關稅 尤其是對付中國 加60至100關稅 變成了中國放不來 起碼美國裏面 有些產品可以在美國生產 因為有關稅的保護 這件事整件事是扔著的 為什麼要找茅士 為什麼要加關稅 為什麼要拿工廠 一部分的工廠拿回來美國 養回這個鐵收帶的人 這個整個 特朗普整個雞王 美國很多人支持他 投票的人就是支持他 這個不是想發達 只不過是想那幫失業的人 可以有班 就是那些地帶可以 我經常開車 我從華盛頓開車去特朗普 我開了很多次 開了十次都有 就是經過這個彈 哇 那些人真的不行 所以這次特朗普在那個 被人射槍的地方 英文叫Pitsburg 英文叫什麼 Pit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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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鐵收帶來的 特朗普就是上去開車站 一個多小時 Pitsburg的北邊 整個都是鐵收帶的 一直去到 去到哪裡呢 尼亞格拉 尼亞格拉那個瀑布 那個大圈 那個大圈 那個大圈我經常開車 就是不是說 就是那些人很 差不多等於睡覺 睡了幾十年 因為那些工廠走了 那些人呢 就消費非常之低 就是美國的鐵收帶 一直由哪裡開始呢 由賓夕維尼亞州 就打橫轉上去 肯達基 我們吃肯達基雞 跟著呢 就是奧哈奧 跟著密西根 跟著就是 一路奧奧華 一路上北上 全部 全部基本上 就是那些 所以他們很討厭華爾街 華爾街 幫中國的工廠 搶了美國的工廠 工廠小事 失業是大事 另一方面呢 大家都關注 有那個緊電法之後呢 它又推出那個保密法 這樣 那這個是不是 更加連那些 外資走得快 是 外資又去大陸 為了一件事 為了賺錢嘛 是吧 為什麼要投資 投資就賺錢 沒有錢賺 什麼法都沒有用 是吧 最重要的是 我去大陸開一間工廠 現在你去 你問回人家去上海 找不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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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西人最喜歡去上海 更喜歡過香港 因為上海 你知道了 那些夜生活 什麼什麼 更厲害過香港 更豐富過香港 更便宜過香港 那他們那裡 日頭就做事 賺錢 晚上就有夜生活 那些西人很喜歡 現在全部是水靜河飛 玩完了 那現在那個 都有報道 一些委員會都說 中共最近加速這些 職糧食 那些金術都不知道 那到底它是想斷勾 或者是想備戰呢 習近平在想什麼呢 我覺得他就知道問題嚴重 嚴重到什麼呢 可能會餓 餓死人 不要管他 這個經濟問題嚴重到什麼呢 最後餓死人是最後 不要說什麼 經濟好不好 不要說什麼 到了最後 你經濟認真不定的時候 就是講有沒有吃不吃得飽 或者會不會餓死人 我猜他在作最壞的打算 是不是現在那個天災 天災又很厲害 天災加人窩 天災就沒辦法 沒得說 不過真的 這次天災的破壞不得了 每樣東西對他們來說 都是差不多 這個國運去到差不多 你還可以破壞到多少 已經 因為為什麼 我們看到的 有一個我們表面上看不到 就是它的債 它的債 我們幾樣債 地方債大家都清楚了 100萬億 超過100萬億 那上市公司的什麼債呢 你想想恆大都講了3萬億 恆大等於整個樓市行業裡面多少呢 算是等於10% 就是說那裡又是30、40萬億 接著每一個行業都在借錢 晶片也是借錢 汽車行業也是借錢 電動車 就好像什麼東西都是借錢 整個中國的債 是差不多 以前我估計差不多 300萬億人民幣左右 現在已經是近乎400萬億 400萬億 如果你除了7左右 就等於50幾萬億美金 美國現在的債是多少 30幾萬億而已 美國正是不靠錢 其他公司自己搞的 美國公司不是借很多錢的 美國的公司人家靠自己的資本 所以叫做資本主義 它靠資本的 中國這些公司 工廠也好 公司也好 全部靠借的 美國靠自己錢 那個就是區別 人家自己頂得住的 中國那裡一被人追債 接著還不到息 還不到債 接著人家就來清理本 現在中國就拼命拖 叫法庭部處理 所有的破產官司都沒有處理 但是來到香港我們就看到了 你看看恆大 就叫它宣布破產 接著還有什麼 還有西貿 西貿也是 差不多29日也要宣布 那些香港上市 它就可以做到 這裏香港法庭下了命令 它大陸就不執行 在那裡留著 在那裡拖著 死都在那裡死拖 根本就是全部 全部 所有地產公司 沒有一家不執屈的 所有中國的銀行 已經是破產了 只不過是政府救著它 你想借這麼多錢出去收不回 那你就應該破產了 在外國這些銀行 用香港標準來說 這些銀行已經全部破產了 只不過呢 它共產黨在那裡拖著它 不讓它死 沒有一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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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沒有一家銀行 是不破產的 但是現在它幫助俄羅斯 一搞到香港 都被李家超 都被烏克林圍長 東面那個 你想想 你想想Shirley 整個中國一個人做了決定 而且這個人不是聰明的人 是不懂英制的 是嗎 不懂得國際管治 又不懂英文的 你怎麼做 你教我怎麼做 今天就全部都死了 現在全軍覆沒了 真是全軍覆沒了 那怎麼辦呢 在這裡八成五年 沒什麼怎麼辦 以前那時候 為什麼餓死幾千萬人 就是毛澤東亂來的 所以不是餓死幾千萬人 現在重複的歷史全部重複 現在死定的人 你不知道 因為他不報 當日毛澤東也是封鎖消息不報 現在我老實說 現在已經死定了 而且不是少數 說八萬人死定了 那些人回鄉下 搞不定 他不報了 死了人了 他就自殺了 很多人他不可以造反的 不可以拿著槍 他就自殺了 他實在搞不定了 養不起家 養不起孩子 養不起老人 沒有希望 他就自殺了 現在自殺多少人 他不會說的 他當然說他自然死亡 現在已經發生著了 只不過大家那些人 去不去計算 因為我做風頭的 所以我就是丁耀哲 我完全可以問得到他的問題 而且我在北京住了10年 上海住了10年 我清清楚楚 在他們上面的那些決策 沒有計算可施了 現在真的 攤大手板 什麼不知做什麼好 因為每個人都靠習近平決定 習近平現在 最近沒有出現 就是不舒服了 沒有人決定